春之间不舍的是对你的留恋 看离别总是在个圆满之间 我的怨并非只受伤感泪满眼 而是你一望无前 这些曾因我而有的笑脸 好的欢迎回来乐世界 那我们回到神魔三国志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红尘集市的活动 基本上神魔三国志走到现在几乎是换汤不换药了 包括全民竞赛不再出了 新的武将不再出 然后魂将也不放 然后就一直在repeat一些 一样的活动 所以包括古战场也没有再开了啦 然后前一阵子有再开的那个 洛阳之战也没有再开了 所以我基本上就没有很建议各位玩家 我觉得可以适时抽手 那我们就等到他 我们会陪各位直到他关机为止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再来讲一下红尘市集的部分 那至尊礼遇部分的话记得这边左手边的任务要解 那任务要解的话呢就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全部都用元宝去解 就是说你可以留个几个 然后你看比较接近的时候去稍微算一下你的积分到底够不够3800 再去设法去多多补一点回来这样子 我觉得大概你前面一两天可以放七个三四个任务啊 然后后面再把它给稍微的花一点钱 因为有时候你看多数的玩家大概扶持都满 然后少这个七三之战也意义也不大 那所以说假设有些活动是希望你作战多一点的话 但作战又不行要看你是不是刚好有那个次数 因为现在无客的话除非刚好活动有搭配到你可以多少一点 不然的话基本上作战次数也比较难拿到这样子 那前面的话就稍微的去不用不见得要很迟疑的一定要全部吧 解完这样子 我记得你miss掉两三次应该都还好 都还好 所以元宝可以留着放在比较有用的地方去做使用这样子 好那再来的话红尘四集 听说啦不知道 听说呢累积个500 然后一次抽 就是花500去抽比较爽 然后有机会可以中到这个红色的这个 东西 那红色的礼包比方说像是 船室神魔外观跟神龙 但我觉得玩到后期来说的话 龙神龙珠这一块 那 S对神龙我没有练错嘛 然后 现在其实玩到比较后面来说 因为匠也不出新的 那外观的话也没有特别吸引人 所以基本上这些匠也没有特别有效 除非你想要拿神实验文或者是说你想要拿那个黑白 或者藏镜 但现在黑白藏镜又不抵一身 这是目前强势的魂匠 所以基本上 5克 比较香的应该就是船室这一包 那其他不用硬充的话 我觉得也不见得一定要拿到 红色的礼包这样子 其实你可以拿到盒子或带子 我觉得都不错 都不错这样子 那我们来抽抽看到底 500能不能 比较有机会抽到 这个所谓的 红色的礼包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再此时不要忘记放约之间 影片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在收看的话 相信都是神魔骨灰级的老玩家了 GO 屁股啦哪里 有多 算了没有 不给我 不给面子 好那我们就把它给换回来 基本上就这样子吧 没有机会 没有耶 那我再换另外一个好了 我再换另外一个试试看 5个吗 5个 看一下喔 我这有540 一次抽5包 到底能不能 得到一些 Lucky呢 转吧 转吧 转转转转转 嗯 我 不要说红色 还给我烂的 然后那个 嘿嘿嘿 好 这样测试的结果就是好像不太 不太OK 好 没有机会 测试了两次 没有给机会 好那我回来这边 那我来讲一下红尘周卡部分 红尘周卡购买的情况下 你可以额外拿到280个 这个红尘币 7天累积下送280个 但买吗 我的建议是不要买了 因为 就是慢慢玩就好了 因为他活动都不出新的 我觉得如果是有在看 《月世界》的老玩家 我觉得《月世界》真心的推荐各位玩家 那要嘛就 你可以找新游戏 花钱在新游戏上面 啊不然的话 当然你可以买 就是看你自己 你觉得花钱就要自己开心就好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见 再来 《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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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把這個神魔的狀態改成停運的狀態 那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 那我覺得就這樣 因為我覺得看他表現 已經就是放生了吧 所以就各位也不用太執著 真的真的不用太執著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 紅塵記憶部分 就是登錄 你可以領獎勵 然後完成每天的活躍任務 也可以領獎勵部分 再來的話烏龍鋼 由於現在 所有的活動都一直repeat 而且道具任務的那個名稱一樣 所以在這邊也非常感謝寶貝是我的提供一些資料 各位可以 把資源累積起來 並且在我建議是可以在禮包這裡每天特惠的部分 購買這個羅盤部分然後你就可以有多餘的 你去累積一定的量之後 你就可以有機會拿到這400的這個沃龍琴枝部分 基本上我記得一輪下來你可以拿到70個幣嘛 然後我印象中應該可以拿到大概100多的部分 所以大概累積 280 就有機會可以把 這個 所謂 頂級龍珠部分 這個頂級龍珠部分 無科玩家比較難拿到的部分可以拿到手 當然你可以選擇五星自選 的寶物啊 但這個又更 積分又要更多很驚人 其他的話我覺得裡面沒有特別吸引我一定要去做兌換 但我覺得值得兌換應該是頂級龍珠部分 因為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好的富龍珠 那要看 其他玩家的那一些看法 因為以前的話是比較沒有機會 他會 過期沒辦法做使用 但現在好像可以把他留下來 所以在這邊 特別感謝老玩家 寶貝是我的提供這個資訊給月世界做參考這樣子 好那再來 紅塵商城 紅塵商城的部分 這裡的話 買嗎 我還是覺得不要買了 那最後 紅塵試煉 紅塵呀滾滾 沒有 那個你就是配對對友然後 去打這個 打這個所謂的曹操 根據你的輸出狀態 來去獲得相對硬的積分跟 這個所謂的紅塵硬部分 然後你可以在對換商城這裡面去做兌換 基本上兌換的話無非就換紅塵必招閒令 然後再來的話我覺得可以換紀念石 因為你 然後後期來說的話大家的匠都滿然後 雖然 龍魂玉大家都會很缺因為 多數的玩家還是沒有辦法洗到心儀的兵法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換龍魂玉跟金念石這兩個加起來 那其他的話再看 因為 多數的玩家 應該說 辦多數的玩的那個無課玩家 後期還是會很缺大量的銅錢 畢竟你在升這個所謂的盛氣也好 或者是升神兵也好 都會需要大量的銅錢來去 Support你去做 做那個升級的動作要這樣子 那整個這個紅塵士奇的活動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喜歡影片的人別忘記幫助下影片點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幫助下訂閱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